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孙一珍在片中饰演警察庭危机谈判小组的谈判专家和财远 必须在赌上人质生死的每一个惊险时刻 瞬间做下正确的判断 玄斌则饰演了是穷雄恶级的绑匪敏太久 是国际犯罪组织的武器走私犯 在绑架和财远上死之后 与和财远进行了一场紧张刺激的谈判对决 预告中警察庭派出谈判专家和财远 他一方面调查绑匪敏太久的底细 一方面与他周旋 几图在剩不到12小时内解救人质 敏太久虽然一副吊郎当的皮样 下手却毫不留情 静扬言要在未来的一小时内 每十分钟杀一个人质 预告最后还有爆炸场面 更塑造了紧张的气氛 到底和财远最终是否能完成任务 于现实内成功就出人质 玄冰和孙一珍在本片中都展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演技 孙一珍这次一感以往温柔的小女人形象 挑战坚毅冷静的谈判专家角色 他表示 如果再出演与以前作品相似的角色 不管是观众还是自己应该都会觉得腻吧 所以这次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可以透过这个作品展现自己全新的面貌 而玄冰自出道以来首次挑战反派角色的作品 自然在网络上引起热烈讨论 但他表示 虽然媒体喜欢为他冠上出道最初反派角色的头衔 但其实自己更想向观众展现敏太久 这个人物复杂细腻的情感 因为剧情的设定 孙一珍与玄冰其实很少面对面对戏 而是透过荧幕对话 但两人都对彼此的演技赞不缺口 看来对两个实力派演员来说 荧幕的隔阂完全不是问题了 谈判是孙一珍和玄冰自出道以来首次合作 同岁的两人因为出道时间也差不多 彼此有很多互通的地方 合作起来十分有默契 虽然在片中互为对手 但孙一珍表示玄冰是同一条船上 给予喜爱的对手艳怨 而玄冰也回应 孙一珍是经常请吃饭且很会协商的朋友 有趣的回答引起大家哈哈大笑 透过电视剧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 获得极高人气的国民子的孙一珍 这次搭上再大小幽幕 打滚多年前都有亮眼成绩和隐含巨星玄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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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